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感觉到我们虽然有在重视再生能源 但是你为了要面面俱顾 最后雨露均沾 最后就可能看不到重点出来 虽然我看过去五年的计划里面 发表论文有10560篇 参与的硕博士班学生有9253人次 还有专利获得1007件 还有技术经营转12.7亿元 可是就没有看到一个您真正重点 可以在过去五年累积这么多的能量 在台湾为了核四争议的时候 大家很闷的时候 有一个再生能源可以掀起那个锅盖 让大家觉得说 台湾是有那个条件在的 但是我看你们也发现这问题 然后你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你们要有一些主轴的一些专案计划在 但我看了以后 好像也是跟过去差不多 不管是在锋利 在光电 在处理煤的部分 就是把过去的计划 你再做过另外一种文字的转述 就变成专案计划 部长我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应该不会这样 他第二期规划现在才刚开始 他第一个版本上次来跟我讨论的时候 我才看过一眼 到现在都还没有定案 对但我要跟部长讲的用意是说 今天这个能源的事情 可能不能再用一个研究计划的角度 来看待再生能源对台湾的迫切性 完全同意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战争在打 完全同意 它是一个实践性的事情 对 就是看你怎么做 对 那我就举几个 目前我认为我们在再生能源上面 我们不够的部分 第一个我觉得政府的重视不够 虽然我们有一个能源国家计划 那也请了我们校长出来做计划的主持人 可是我要看到的 是像经济部部长张家柱 他面对核四问题的时候 他就自己成立一个核四专案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的能量绝对是比李校长去请各部会来 能量要大 因为他是一个核四办公室一个作战的单位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让核四预算能够通过 让核四能够运转 他的目标明确 所以他在贯彻的过程当中 你看得到他的能量 但是就我们来讲 虽然有一个计划主持人 可是我觉得李校长顶多是把预算做分配 他做不到做整合以后 找出我们要的重点 这是第一个 我要提出来我们政府的重视度不够 第二个在预算分配上面 虽然这五年来我们讲了有两百多亿 但是你真正去分配的时候 你相对于我们的核能预算 我们核能预算 我每次提到这时候我都很感慨 我们在过去十年单单核能的部分 我们大概是一万五千一百三十七亿 但是用在再生能源部分 过去十年 国科会大概编了三十三亿 经济部能源局大概编了不到六十亿 总共加起来大概九十亿 差起来大概差了一百六十九倍 从这个数字你去看 政府根本没有心 真正在再生能源上面 有过用心 这是我第二个认为在预算分配部上面 我们是不够的 第三个 我们对于已经有成效的 比较有具体开发性的 我觉得我们后续的预算分配是不够的 我每次都提到地热 我也很想去看地热 但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能成行 但我对于它的进度 我一直很认真 也很仔细的去了解到它 我刚刚调到的数字 在过去十二年当中 从两千年到两千零一十二年 我们在地热部分 我们先导计划 总共花了四千九百八十万 平均十二年 一年也不过四百万 给地热 可是地热是现在我们所有 再生人员当中 它是最有可能性 而且如果透过可行的技术 它有永续发展的可能性在 可是我们对待它 是十二年四千九百八十万 一年不到四百万 给地热 但地热可不可行 地热绝对可行 可是我们竟然 好不容易在清水 民间都已经 愿意投资用ROT方式 下去建厂 而且也保证 可以有一年 有八百七十六万度的年发电量 表示它是可行的 而且它已经要运作的 对于这么一个计划 我们从民国六十八年 就已经在清水开始做地热计划 从民国六十八年到现在 已经有三十四年的时间 结果今年我们要启动一个地热发电计划 主轴计划第一年计划目标 建立台湾基本地热地质相关资料 并评估绿岛设立地热发电厂的可能性和规模大小 主委 我要的就是说 你已经在清水 在宜兰 连我们自己所做的 一百零一年度宜兰清水地热能源研究 都有一几个成果出来了 而且预估 在三千公尺深以内范围之内的地热 运藏含量 大概有两千五百八十六百万瓦的 潜在发电容量 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做研究 可是我们对这个计划的执行 既然清水没有后续 又跑到绿岛 你要去搞一个新的计划出来 说要在那边搞一个 一个低碳岛 主委 你为什么要把你有限的经费 第一个 花在很多计划 第二个 地热计划已经有 开始有成效 你有转移焦点 又跑到绿岛去 为什么不在清水 人则继续深入去做 为什么呢 清水的应该是浅层地热 那那个绿岛这是深层地热 深层地热能量比较大一点 我不管大与不大 但是人家民间已经在清水 已经从研究到起而行 而且开始可以发电 我们自己预估出来在宜兰地区 三千公尺浅层的地热 就已经有两千五百八十六百万瓦 我们一个核四也不过才两千七百万瓦 我们可以在这边就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出来 为什么不继续深入 清水地热是三千公尺以内的部分 它的热能是有限的 所以清水地热目前的ROT案子 只有一个百万千瓦 那这个我们未来要考虑做的是 深层地热是三千到五千公尺的 这个深层地热它才有比较足够的能量 能够作为台湾的未来的替代能源 但是因为深层地热需要比较长期的研究 那么预估到二零二五年到二零三零年 大概技术才会成熟 现在必须要做将来才能够 真正能够提供台湾足够的再生能源 市长 我不否定你去做全台湾的调查 因为全台湾在三千公尺以内也是浅层的 有五十九亿万瓦 单单浅层的地热 结果你在浅层还没有研究出一个 完全的成果 你开始又去绿岛搞一个新的开始 我不是反对你做全台湾的地热调查 那是台湾的宝 但是你今天已经有具体成果出来 民间已经开始要去投资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够给我们地热 再多一点经费去支持它 为什么不能够让它有更多的成果出来 我不反对你每个地方都在做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就跟主委提 在过去五年 你有一万多篇的论文 然后你在接下来的五年计划里面 你希望有一些主轴专案 但是主轴专案看起来 好像又是延续过去 你每一个都不肯放弃 我只跟主委讲 已经有一些成果出来的 你可不可以多花一点经费 让人心振奋多一点 如果它开发不出来 你也可以让这个反核四人知道替代能源 确实有它的困难 可是现在以我一个人来讲 我还算中立 可是我觉得 今天好不容易来已经开始有点成果 你竟然转移到绿岛 说我要搞深层 因为浅层不够 你不能说服我 我会去了解这个事情 那个我会再跟杜市长在会后去谈 那我第二个我也回答委员 我们第二期绝对会聚焦 绝对不会是散弹打鸟 是 第三个我也请 一开始请麻烦杜市长做主持人的时候 就跟他讲说 他要花35%的时间 在能源相关的事情 要去 他不能够说因为次长忙 就不看这个事情 他也完全同意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如果愿意花35%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请一位台大教授 做近乎全职的执行长 我觉得会比第一期的成效好很多 谢谢主委 因为我要讲的是 在我们李校长这边所组织的计划 只能做到研究 预算分配 能源局想做事 但是他的 执掌 他的阶层太低 他叫不动其他部会 能源局叫一个台电都叫不动 叫他推动一个智慧电网 我给你保证 台电到现在为止 很多的员工 都还滴死不从 认为智慧电网 会亡台电 你知道吗 杜市长绝对叫得动 他很凶的 他没有太多时间 他 我特别的这种感觉 就这段时间我一直花时间在研究 我就觉得我们花太多时间做研究之后 后续的追踪的执行 是我要拜托主委的 是 所以我刚提到的说 大家很闷 需要人去掀那个锅盖 不要在闷里面 在研究 闷的理由是什么 就打开了就好了嘛 你已经有这么多的 有计划出来 所以我特别 我一直盯地热 我不会放弃 因为我觉得是 包括可燃冰 不管风力发电 这个 太阳能发电 都碰到了一些阻难 技术不可行 可是你地热 你不要跟我写这个报告 最后写说 2050年 我们会有具体的成效出来 我不希望这样结果 2050年我们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如果今天把多一点重心 智掌三不五十 就去清水看地热 你把他的成果多告诉大家 我们会觉得会有些兴奋出来 所以 智掌 你慈眉散目 但是有时候 你就要严格执行 把他当成一场战争来打 好不好 我跟委员报告 我下礼拜有排了行人去清水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很有兴趣 可以安排你一起去 一定陪同 排除万难一定陪同 希望诸位也能够一起去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